我叫李慧 我的英文名字是李燦 我是差不多30多年前就來了1988年的時候就來到美國 那來到美國的時候是因為上了研究生然後就開始教書 沒有想到會在美國到現在變成好萊塢的演員 所以說在好萊塢當演員這個過程當中就有好多故事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今天就給大家分享一兩個我試鏡的故事 是18年的時候就是我的經紀人就給我發了一個試鏡的機會 因為我可以跳舞然後當時他要求會跳舞 然後呢有特殊的一個方面比如說是長相啊 或者我當時就因為我頭髮特別長嘛 我說啊那我就頭髮特別長 所以呢就這兩個條件他就把我送過去試鏡了 當時試鏡的時候吧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他當時說是跟那個M&M有關係 我呢就以為M&M呢是那個MM那個巧克力的那個廣告 就就去了去了以後呢人家就說OK你會跳舞嗎 我說當然可以我就當時就就跳跳舞了 然後呢就是啊那你會rap不 我說什麼rap就是那個繞蛇的那個歌手 後來他們說啊沒關係你就你就照著我們給你放音樂你就照著動吧 我就照著那個嘴動了一下做了一些動作 哎當時就被選中了回來以後呢就說是M&M 美國最有名的那個繞蛇歌手M&M就是很搞笑吧 回來以後我兒子就說媽媽你不知道這是特別有名的 所以就說是好多那個繞蛇歌手都受他的影響 我兒子就把我弄到電腦旁邊就說媽媽你看都有好幾億的那個跟隨的 所以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很搞笑的一個一個那個試鏡的經驗吧 就說我我都不知道他是誰 這是其中的一個故事還有一個呢就是啊就是去那個是電視劇 電視劇呢是那個NCIS Los Angeles好像翻譯是什麼海軍調查隊 或者是重返犯罪現場洛杉磯的一個電視劇 當時呢就說是啊我那個經紀人把我送去呢說是需要一個 其實是當時是要一個70歲的一個亞洲人 那我當時可能才不到4040剛出頭吧哎我就去了去了以後吧 就是還有那個有一些演過我媽媽的也去 他說你怎麼還在這兒我說呀我經紀人送我來我就來嘛 當時那個角色呢是要一個說越南話的 我就去呢找我兒子朋友的媽媽他們是越南人來教我這一句話 其實就有一句話他教我嘛我就練了半天然後我就去第一次試鏡 第一次呢只有懸角導演哎第二天呢就讓我回去call back第二次 那我一想OK那我還在練這一句話嗎回去以後就是第二次call back的時候 懸角導演導演劇作那些監製全在圍了一圈 其實我們世界的屋子也特別小就是就是非常近呢去了以後就說是OK 這是call back你就說吧哎我當時就說了我這一句越南話了 懸角導演就說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誰對戲我說不知道啊 他說你知不知道你對戲的人特別高我說OK導演就說你能不能再來一次 當時當時大家這麼一問我我把我這一句越南話我剛學的越南話忘掉了 我說這怎麼辦呢啊那那也沒辦法 我就把頭往起一抬我就說了一對 然後大家就都笑啊笑笑了以後我就點一下頭我就出去了 出去以後吧在回來的路上我經紀人就給我打電話了說人家要用你 那跟誰對戲呢是跟這個Ella Ella Cool J也是一個很有名的那個繞首歌手 那從2008年他最後一集那個那個歌集發了以後他2009年他就開始演這個電視劇 一直演到現在很有意思吧別人一看就說啊你都不知道他是誰全美國誰都知道他 所以這是我的其中的兩個故事 perché印象不出來也在一起 是個裡面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